有幽靈騎士稱號的美軍炮艇機AC-130J 近期擔負起在朝鮮半島嚇阻北韓的重任 跟著CNN記者一起登機開箱 AC-130J招牌的105毫米榴彈炮正在營業中 實彈操演過程中得不斷的 與地面的南韓部隊溝通協調 事實上最近的美韓軍演中 都能看到AC-130J與F-35、F-16等 共同壓制北韓 為什麼AC-130開箱 就是例行性的每年或是每兩年 去參加跟南韓的軍演 主要是因為戰場管理 尤其是AC-130 它從空中提供火力支援的時候 跟地面的協調官要有好的默契 在CNN記者登機採訪的 這次訓練任務中 AC-130J也發射了低當量的炸彈 精準擊中目標 為什麼要有一個飛機像AC-130 可以進行來韓國的速度 這麼快可以 在南韓與印太區的防衛 AC-130J的角色不斷在變化 尤其在近年更強調了精準導引武器的趨勢下 一枚成本要價約15萬美元的地獄火飛彈 逐漸成為了 AC-130J以重的武器配置主力 在6月底美韓共同演習中 美軍將領也確認了 AC-130J演練會是常態化的一部分 而這種種都是為了因應北韓與俄羅斯 已經成型的朝鱷同盟 對南海來說 無疑是危險的 南韓總統尹錫悅特別在前進華府參加北約峰會前 到夏威夷參訪美國印太司令部 他也是相隔29年來首度到訪的南韓領導人 尹錫悅的演說中不斷強調 韓美同盟對南韓安全保護的重要性 而美軍的火力支援 看來就是最好的例證 事實上AC-130J炮艇機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空中密集之源 從越戰 波灣戰爭中 就已經發揮了空中火炮壓制的威力 甚至就連在電影變形金剛中 都能嘎上一跤 連狂派金剛都能打 AC-130J從原本的大力士C-130改裝後 變成了幽靈騎士 但是未來的戰力可能更升級嗎 美軍傾向加強AC-130J防區外打擊能力 之前傳出在2026年前 要全面拆卸掉105毫米榴彈炮 更改武器的高低階裝備 不過這在大陸軍事專家眼裡解讀 就是劍指中俄而來 美軍以所謂中國威脅的說法 來給他們改造AC-130炮艇機找理由 把105毫米榴彈炮換成了導彈 給他加裝了一些精確打擊彈用之後 他的炮艇機的這種特徵 反而沒那麼明顯了 波確實隨著現代戰爭形態改變 AC-130J炮艇機不可能一成不變 未來可能不只是空中重炮 還會成為搭載大量攻擊型無人機的空中平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